HELLO 大家好我是紅豬弟 我是薇薇 歡迎來到紅豬弟開箱頻道 祝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新春好運旺旺來喔 最近呢就是新年農曆期間 大家應該會見到很多親戚的朋友啊 所以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登登 玩具反抖城的 我個人感興趣的幾個品項 而且呢玩具反抖城最近也有新春的特別活動 蠻多資訊的給你們看一下 1月16到2月4號 新卡會源自店鋪消費滿1200元送一張呱呱樂 滿1500就送兩張呱呱樂喔 2月7號到2月18號 新卡會源自店鋪消費滿1299元 就送200元的APP 禮金券 1月16號到3月5號 喔這個時間蠻長的喔 可以購買我們的新春玩具福袋 有兩款可以選購 999元 原價是1840元 是不是差很多呢 所以呢 不管你是想要買玩具 犒賞自己啊 還是想要帶家裡的小朋友們 其實我覺得玩具真的 我每次開玩具都要講說 沒有局限年紀 過年期間大家親朋好聚在一起 有很多品項是可以讓大家合家一起玩的 就是大家可以更新春快樂 那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開箱吧 Let's go 第一箱是我們的罐罐龍毛小貓 原來呢一罐是699元 現在呢只要425元 差蠻多的 其實這個品項啊 應該說這類型的玩具 我常常在一些REALS上面看到 就是什麼澆水進去啦 或者說有一些其他的玩法 他就會從這個罐子裡面 蹦出一個很新鮮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對這個品項一直都很好奇 這個的話呢 一共有12個款式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 挑了其中3款 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開一個皇宿兄利貓 不然我們就開一個黃的好了 裡面的包裝不一樣耶 拆開之後裡面是長這樣子耶 看起來像一個甜點罐 甚至連成分表都有 包 不是直接拔啦 大家 原來這個不是本體 是要把這個罐子給轉開 裡面才是貓啊 3 2 3 2 1 欸 喔 哇 哈哈 好有趣喔 沒了耶 就這樣子 讓我抓出來是一隻 像龍貓吧 我覺得是像龍貓耶 哎呀 哎呀 他其實呢 因為要塞到罐子裡面的關係 他比起一般的龍毛布 裡面的龍毛填充量 是不會到非常高的 所以他整體的這個 揉捏程度 可塑性 非常之高 整體的外面摸起來的話 還不錯 也沒有那種到處飛毛的困擾 尾巴的話 應該就比較容易掉毛一點 這毛會比上面身體來的粗糙一點 總而言之他就屬於一款療癒型的 而且呢 我來試一下他應該塞得回去吧 能不能收納回去呢 喔 可以耶 你完完全全不用擔心 他拔出來就回不去這件事情 來 這樣就會回到了一個 冠裝小貓的狀態 好 給大家看一下另外兩個顏色 再來是射擊鴨子遊戲 這看起來就很不錯玩喔 原價是1297元 特價995元 來齁 你們直接看這個啊 就大概知道了吧 他其實就是我們常常在一些 兒童心樂園啊 或是一些遊樂場上面看到 這上面會有目標物 然後呢 會移動等等的 你就要拿 當作射擊手去射到 這個計算分數來取得你的勝利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就是他的縮小版 嗨 開拆 他的話呢 有貼紙 這應該所有東西都是要稍微自己組裝的 我們就 稍作 稍等一下 我們組裝一下 叉啦 整個組裝完畢都長這樣子 其實本體不太需要組裝 你要做的東西它比較多的是 黏貼外面的貼紙 去做一些裝飾布置 然後每一隻小鴨上面啊 它會依照大小會有不同的分數 也算是 你就依照大小去黏貼而已 蠻簡單的 總之這把槍組起來也很帥 有沒有 游泳NUF槍的感覺 然後你要 去拉 拉拉它就會上塔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發射 那一樣的嘛 射擊器每一次都要特別這樣了 不要對著人的臉 也不要對著人家的頭 頸部以上都不可以好不好 接下來你就開始看準分數 然後去打它 喔 唉唷 一箭雙標耶 一箭雙壓 哈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按鈕 我來試一下 喔 欸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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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喔 它只是幫我倒數而已啦 嚇死我了 害我那麼緊張 還好那邊沒人 這個射擊器的力道有點強耶 這個單隻這樣子賣我都買 還有 一箭雙壓 欸 MISS 我竟然打了一個中空 有沒有 時間暫停了 那我最後呢 就只剩了一隻鴨子沒有打到 它其實有兩個模式 一個就是這邊這個有一個按鈕 它幫你倒數60秒 然後自動運轉 然後停下來 另外一個的話 背後呢 有一個就是重複運轉的模式 也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讓它重新跑的這個模式 它不會幫你計算分數 你要自己計算分數 不過我要講稱讚的一個是 這個東西的流稱度很不錯之外 還有這個槍本身是很棒的東西耶 你看這個射擊力道其實不低喔 另外呢 如果大家對射擊遊戲有興趣 我們看一下下一項也是跟射擊相關的喔 來 射擊款第二項 是我們的射擊小丑遊戲 一樣是原價1297元 現在是995元 就可以買到啦 跟剛剛上一款的這個模式類似 不過這個的話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射擊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上面那個是一個槍的嘛 鴨子射擊器 這個的話呢 是兩個人可以同時對戰的 它可以兩個人一起玩 來跟大家說這一款的組裝 較為複雜一些 所以呢 大家在組裝這個時候 可能要看一下說明書 然後花一點時間 不像剛剛那個小鴨 這麼方便組裝 這個的話裡面有很多這個小竹竹 應該照理說就是按 然後它會開始射吧 音樂 這好棒喔 它音樂可以選擇要開不開耶 然後這邊按下去應該就開始了吧 蛤 然後呢 喔它是拉啊 嘿 喔唷 有喔有喔 嘿 哎呦 平手喔 嗨 登登時間到了 欸沒有 喂 為什麼 喔你少 你多我一隻 喔唷 而且它可以一箭重整耶 登 立起來了 而且它還蠻棒的是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小鏟子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出來 很貼心 然後你就不用一顆一顆去剪了 你就把它倒回去就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把所有的彈珠給用完 之後來看一下你究竟得到多少分 這個我喜歡耶 這個我要這個 這個我要自己留下來 喜歡的話記得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喔 那我們來看下一項 來再來是我們德州撲克的籌碼套組 原價呢 這一個是1197元 特價895元 重量感十足啊 來跟大家看一下 尾金屬的盒子 登登 哇 很美耶 這件是不是全部未開封的籌碼 那這個的話 應該就是屬於 有在玩德州撲克的人 才會知道這樣子的遊戲規則跟玩法 它這個套組的話就包含了 給你撲克牌 兩副 然後呢 再來就是各種不同的籌碼 那這個遊戲方法的話 我就不跟大家多做說明了 因為 基本上這個要講起來 這部影片也講不完 所以呢 我覺得這還蠻Q的事 大家800多塊 就可以買到一整個籌碼套組了 那還是要跟大家說啦 過年期間大家聚在一起 當然是小賭儀情 但是呢不要把這個感情也賭進去 因為有時候真的有時候玩到有些人會神氣氣 這樣子 嗨我想德州不客迷 應該要去收藏這一組了 去吧 玩具反抖神就有賣 下一項 我剛剛拿反了 其實正常來講的話 它裝起來是長這樣子 更好看了更好看 抱歉抱歉 喜歡機器人的人 來看這裡 是我們的巨型決鬥機器人 原價是1499元 現在是1395元 然後來看一下 這個的話呢 它可以PK 我覺得很Q欸 然後它基本上呢 就是會有一個遊戲的把守的部分 然後你開機 裝好電池之後 它其實上面的這個操作面板蠻簡單的 就是左右加前進 然後呢 左拳跟右拳的概念 造型長這樣子 這是我們藍方白方的機器人 按的是右拳它就會 對 喔 它是利用擺動的原理 來讓它走路的耶 所以它的戰略的話 也比較偏向的是 你要把兩個機器人面對面 來 這樣跟我PK吧 開始 我被Hollywood Pen了耶 去哪裡 什麼 第二場Round 2 開始 動啊 揮揮揮 有喔 你快要招架不住我的攻勢喔 總而言之呢 它在這個戰鬥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是利用了 他們這兩個擺臂 去把對方給扳倒 其實並不會有噴裝的這個概念 你在揮的時候它就會這樣子嘛 你看它會這樣子的操作 喜歡機器人的你呢 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的戰鬥機器人 而且呢 它在玩的過程當中 一樣會有聲音的效果 還有他們的眼睛 其實是有裝LED 真的是會亮的喔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打光 所以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沒有看到它的機器的那個 眼睛這邊發光 好 猜猜 再來是我們法拉利SF90的 方向盤遙控車 原價是2199元 特價17195元 這項我覺得蠻可愛的是 就它給你了一個這樣子的方向盤做 因為以往的話我們都是看到 遙控器車的話就是那種搖桿的部分嘛 不過這個的話它的這個 玩法也是蠻特別的 它比較像模擬器 我們先看它的外表嘛 基本上這個方向盤蠻可愛 它可以這樣動 有沒有 然後有一些go啊 然後往前開啊 或是這邊連這個打檔 其實都是有作用的 OK 彈彈彈彈 然後重點是這邊有一個發發鈕 喔 暴躁駕駛 然後呢 你在按這個go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有聲音的喔 加速引擎的聲音 在這個stop也有聲音 是甩尾聲耶 你可以這樣 再來我們講車體的部分 SF90 無論是尾巴啊 排氣孔啊 還是輪子啊 後車箱的精細度啊 上車桿 裡面也有方向盤 雖然不能動 但是它裡面駕駛做的一些 車子的條理啊 條文啊等等 都是做的蠻可愛 連小雨刷都有喔 這送給就是 愛車的小朋友 或是愛車的人 應該都會蠻開心的 嗨 那我們就 開車開掉你心裡 我們進入頒獎時間 好的 那今天的話 我覺得新春就是大家開心說好 尤其我覺得開最近 玩具越開越多種類 我真的覺得啊 本來就是符合各種不同的需求 那如果說今天這幾項 我個人最喜歡的話我覺得是那個 小丑射的機器 如果你跟人家拼說什麼 欸 這一杯啤酒 來 我們誰先射完了 誰射最多誰都要把他喝完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我會跟朋友玩的東西 推薦給大家 然後德州扑克我覺得啊 像我們家傳邦手 就有在玩德州扑克的人 他可能就絕對這一組 800多塊其實是沒有興趣的 可以趁這個新春檔期的時候 到玩具盤斗城去收集一下 你想要的玩具 我這幾天才經過了玩具盤斗城的新生殿 裡面真的佔地非常的大 沒有去逛過的人 記得要去逛一下 新春請將還有福袋子 給大家去買喔 以上就是這次了 玩具盤斗城新春檔期 我感興趣的商品啦 不曉得各位觀眾看完之後 你感興趣的是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分享給我 你們在玩具盤斗城 買過什麼樣的東西 皇宿助理開箱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 追我們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